大家好 我们继续看一看有了这个Ey币包集合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通过这个输入的这个字符 大家看输入的这个字符呢 去获得这个下一个 在这个币包集合之上 通过这个输入字符1 去得到这个下一个的转移节点集合 我们看一看这个转移的节点集合是怎么做的 把这个图给掉出来 这是我们的图 那么OK我们看一下往下走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我们需要把这个节点 这个数字1给读取进来 大家看这里面我们读入这个C是E 这个E就是我们现在选中的这个E 然后我们在这个币包集合的基础之上 去把这个去找出这个输入数字1之后 字符1之后我们将跳转到哪几个节点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大家看在所有这些集合点里面 9175413 那么这里面能够接收字符1的节点有哪个呢 一个是1 大家看 1的话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 它有一条边是接收数字字符集合 也就是0到9 10个数字 走到这个节点2 那么9的话 它也可以接收这个数字1 然后跳转到节点10 也就是说在这个币包集合基础上 我们结合输入了字符1 我们得到的下一个集合应该是2和10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OK 这里面这个next呢 大家看这里面next有很多个nfa节点 这个nfa节点呢 其实就是这几个节点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字符1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moon的这个函数里面去 我们往里走 OK moon函数 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集合里面取出每一个点 然后看它的边是否接收这个当前要 当前要这个 看它这个节点是否有相应的边 能够接收这个输进来的字符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moon 这个input呢 就是刚才我们计算的这个下面这一个币包集合 然后我们从里面取出每一个节点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取出第一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 OK 节点9 节点9 我们看一下 根据图 我们刚才的图 在这里面拿上了一点 大家看 节点9的话是能够接收这个字符1的 它能够得到下一个状态节点是10 好 我们看我们代码是怎么走的 往下走 OK 往下走 大家看这个input set 这个input set 大家看这里面是总共有10个数字 这里面的数字呢 指的是字符0到9的 它们的阿斯克马值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阿斯克马表 就知道0到9这几个字符呢 对应的阿斯克马值就这里面显示的 这10个这个整形数字 好 那么这个input 这个s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 这条边的这个输入的这个字符集合 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里面通过scontents 这个cb呢 就是这个49 49呢 对应的是这个字符1 也就是这个c 字符1的阿斯克马值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集合是否包含这个字符1 大家看一下 OK 它是包含的 第一它是包含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条边 它是不是一个字符集类 以前我们说过 这个ccl表示这个边的类型 ccl是一个字符集类 OK 它是处 那么这样的话 9 大家看这个9有一条边出来是 0到9的这个字符集合 它能够接收字符1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通过这个9呢 得到下一个节点 大家看下个节点的编号 大家看下个节点的编号是10 也就是这个编号是10 OK 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个节点 得到这个节点 我们就把它加到这个outset里面去 这个outset呢 就是最终我们要运算的这个跳转集合 好 这就出去了 紧接着得到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是 我们看一下 它的状态是17 17就是这个起始节点 我们看到它两条边都是epsinal边 所以它不能够接收这个字符1 所以它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状态节点 我们看一下代码 往下走 大家看一下这个contents是false 看到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输入集合呢 根本不包含这个 这个这个输入字符1 所以进来的时候 它就跳出去了 OK 就不做了 不做任何操作 紧接着 我们就去得到另一个节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是哪一个 节点5 大家看一下节点5的话 它只有一条边 只接收一个字符 就是那个点字符 所以它也不接收字符1 我们往下走 它也不接收字符1 OK 往下走 好 OK 这个if它也没有进去 大家看这个if它也没有进去 紧接着我们看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得到的是 大家看 下一个节点是4 我们看一下 4的话只有一条eps那边 所以它也不接收这个字符1 我们看一下 往下走 OK就出来了 看它并没有走到这个if里面去 继续往下看下一个节点 下一个节点是节点 下个节点的状态编号是1 大家看一下 这个1 大家看 这时候1出来了一条边 这条边正好是包含0到9的这个 10个数字的这个字符集合 所以这个节点1是能够接收这个字符1的 那么接收字符1之后 它要跳转到状态2 OK 我们走下走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状态2给加入到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状态2呢 给加入到这个最终结合上来了 这个outset上来了 OK继续往下 好 我们还有没有 还有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是哪一个节点 是节点3 我们看一下图 节点3的话 大家看节点3只有两条 epsinal边 所以它也不接收这个字符1 因此它也不会进入这个一辅判断这个语句里面去 OK 它也没进去 然后看还有没有节点 OK 没有节点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整个上一刻 上一次我们运算的这个由17开始的这个币包集合 接收字符1之后所得到的一个跳转集合 OK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跳转集合就出来了 大家看 跳转集合是10和2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输入的这个 epsinal边包集合是这么 这几个状态的时候 并且接收一个输入字符是1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这个跳转的这个 转移集合是10和2 那么有了10和2之后 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对这个 10和2做它的epsinal边包集合 然后再读入后续的字符 那么当所有的字符读进来之后 我们只要在最终得到了这个集合 里面有这个接收状态的这个 最终得到的集合 含有这个接收状态的节点 也就是含有最后这个节点的时候 那么输入了字符串 就可以被我们的这个状态机给接收了 这个状态机能接收这个字符串 就意味着这个字符呢 输入字符呢 是符合我们正者表达式的定义的 好 那么在下一节呢 或者是稍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去看一看 最终我们是如何通过 整个这个状态机去识别 整个这个输入字符串的 好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这个转移集合的这个运算呢 在这个NFA integrator的这个moon函数里面去 大家看代码的时候 注意看这一个函数和调式代码的时候 也注意在这里面设断点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